好了,讓你講兩句吧 先讓你講一下,因為有事要做 我一直在拉布等你來 謝謝你 剛才我騎騎騎路上,我也有看到胡志偉那個收聽案 現在政府就這樣說,這個當然了 你現在就是有理沒理過了海藝神先 過了法例先,收了隧道先 其他如果關於收費那些沒得談 我講一講,我的收證案有幾個部份 第一,我逐項講一講簡單 你有兩批的,你可以先講一批 一個收證案一,一個收證案二 在上次會議,你問我們是否要再開一次法案委員會 對不對?當時在23號我給了一封信 我說那個條文的英文文本 還未在會議上 有確切討論和詳細審議 你要等那些委員 有共識之後才能夠提交委員會報告給內務委員會 另外我亦都就條例草案提出收證案 主要就是針對行民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委員 提出律政司法律處議科負責 草議所有由香港政府提出的法例 包括我們現在討論這個 它有個指引 我希望盡量政府這些草議法例 都應該符合指引要求 但是事實上不是 因為我們過去看到版權條例也好 專利條例也好 包括這條東瑞也是 有很多地方我們都覺得是有些問題的 是跟那個指引有問題的 那麼修正案一那裡就是 比如說這個第三條 第一個修正案是關於條例草案第七條 那就是修訂東區海底隧道法例第三條 定名的標誌和道路標記 其中草案第七括弧二條 就是在第三括弧一大A之後 就加入以下的條文 我引述這個以下條文就是 括弧一B在不損害第一款的原則之下 監督為規管和管制交通 可在東區海底隧道的隧道區展示 這個條文是太長的 就是因為後面那裡 這個不是重點的 應該是省略了的 就是在這個 剛才我引述的那裡展示後面那裡 不過大家要留意 就是在不損害第一款的原則之下 是一句新增條文 那另外 當然這個修正是因為 再看律政司的法律草擬問題 以及實務指引裡面所說 避免使用在不損害第什麼條 一般性原則下 或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原則下 語句就應該改用在不局限第什麼條 原則下 或在不影響第什麼條的原則下 這個行文其實可以改了指引寫得很清楚的 就是在不損害第什麼條 一般性的原則下的語句 就是犯了這一類的毛病 這個可以讀一讀 另外就是第二個修正案 就是關於第20條 現在附表2015年東區海底隧道修正法例 保留條文過度性安排 其實這個標題有些問題 我覺得什麼叫過度性安排呢 就不要用個性字了 麻煩你 就是用過度安排就搞定了 過度安排 更確切過過度性安排 你的修正案沒有講這些話 沒有的 你只是說你的修正案就可以了 你只是提過 紙在緊接 回到第二個修正案來用 第2 附表2 第一條適義 在中文文款裏面刪去 紙在緊接 代以紙緊接 全句就變成 東隧附例 紙緊接被廢除前有效的 東區海底隧道行車隧道附例 我以為刪去那個在字 據此仍然保留原有的意思 OK 就這樣了 政府回應一下就收工了 紙直 好 你先說一下 等政府一聽回應 好嗎 對 另外那個收費那裡 因為剛才說了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們嘗試進去給大主席看他肯不肯 不肯就沒有 這個剛才說了 這個就不說了 OK 好啊 關於收費那個就不說了 我自己進去 好啊知道 黃主席 多謝主席 首先我們很感謝黃議員和他的團隊 對於我們的法律草議提出了很多的意見 也都給了我們考慮 就著剛才黃議員提到關於條例草案第七 固二條的疑議修正案呢 我們看到黃議員提出關於我們的指引那裡 其實那個指引那裡是針對再不損害某一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其實這裏的的一般性的這幾個字其實並沒有出現在我們現在那個的 剛才的規例的第三條那裡的 而在指引那裡呢 我們也都 語氣呢 其實我們都是寫說避免使用 因為如果是我們其他的指引呢 是真的不准用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寫為不要使用那樣的 那另外就是 在這個的情況下呢 我們都看了 我們另外考慮的因素呢 也都是包括現有那個條文 因為現在剛才正如黃議員提過呢 我們現在是新加一個1B款下去 在這個規例的第三條那裡的 現行條文的第一A款呢 其實我們在草議第一B款的時候呢 大致上面是沿用第一A款的草議方式 那在一致性方面呢 我們再考慮這個指引那個規限之下呢 我們是覺得是認為 用這個再不損害第一款的原則下呢 是比較合適的 那至於關於那個在字那裡呢 我們在文件裡面呢 也都是作出了一個回應的 我們認為呢 在這個情況 關於這個東稅附例的那個適義裡面呢 那個在字呢 我們是作為一個戒詞來使用的 那麼它用意呢 就是要表示之後 那個動作發生的時間 即是緊接被廢除錢 這裡 那麼這一個行文呢 我們認為呢 是合乎一個預法的規範呢 也都與我們的法律草議的慣例是一致的 譬如在這個 條例草案那裡呢 在同一個附表的第四條 的庫湖1b呢 我們也是說 再緊接該日期前屬有效 那麼我們認為這個在字呢 無論包括是 表示它隨後發生的動作 發生的時間 或者真是指示某一個 之後隨後的一個日期呢 我們認為這個在字 作為一個介詞用呢 都是合適的 那麼所以我們認為呢 兩項的修正案呢 都是屬不必要的 多謝主席 好啊 黃議員 OK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OK 好啊 這些都是行文的問題 那麼你有提到呢 就是中英文本那個 那個審議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我我也都想 做少少的解釋 因為一般呢 我們做條例草案 那個審議呢 要是就看英文 要是就看中文 那就是在會議上呢 就是做了審議之後呢 就是另外的一半呢 就是由我們法律顧問 幫我們看的 就是對一對 看看有沒有在翻譯上呢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所以呢 就 我們這一次呢 是提了中文 那麼英文那邊呢 就由我們法律顧問呢 就是去提出來 那麼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通常呢 都會在審議的過程裡面呢 就提出來的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是 去到現階段呢 基本上我們 法律顧問呢 都看過了 那個內文啊 那個翻譯啊 或者是對照呢 就是其他的法律 那個用語各方面 沒有問題的話呢 他就不會提出來的 那麼就啊 如果 黃議員對於政府的回應 是沒有其他意見的話呢 那麼我們就完成今天這個審議 好嗎 多謝大家 好